放开我 放开我 不行 小南瓜 爸爸 爸爸三 不怕不怕 这种娘们儿给我等着 我迟早会回来的 爸爸 刚才有坏人要把小南瓜抓走 是姐姐救了小南瓜 你好 我救陆海野 谢谢你救了我女儿 我车就在附近 送你去医院处理一下伤口 不用了 一些皮外伤而已 以后要看好孩子 姐姐不要走 小南瓜 我们之后还会再见的 说好了 下次还要见面 说到做到 拉高 孩子受到了惊吓 这两天 要注意他的变化 好 谢谢娘 再见 眼的不错 谁让你用得到 这不是为了逼真点吗 姐 我 好好好 从今天开始 你舅舅苏力 世上再也明白你救 陆寒眼 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 孩子 我的孩子呢 姐姐 你的孩子 已经腰折了 不过 你不用太伤心 我和寒眼的孩子 马上就要出生了 以后陆太太 我来带你 你随你那短命的孩子 去投胎吧 不 从今天开始 你舅舅苏力 世上 再也明白你救 又做完梦了 你内心 抗拒复仇 那个孩子和白克里 长得很小 他们一家三口很幸福 你可以尝试 将过去放下 我如果不想着报仇 我不可能活到现在 你好 苏小姐 这是我们老板 给您的谢礼 请您收下 这是一百万 作为苏小姐 救了小南瓜的报答 她还是那么自大 连拒绝的可能 都不给别人 她是怎么知道这里的 她陆总要查什么 怎么会有查不到的呢 你不要命了 是你 你不要命了 是你 对不起啊 我有点走失了 这是什么 上次人贩子 经常到我工作的地方闹事 还天天给我寄恐喝心 抱歉 这是因我而起 没事 反正我待在幼儿园 也会天天担心孩子的安全 你失去工作也是因为我 我会对此负责 您不要误会啊 我当幼师是因为我自己喜欢孩子 如果您身边有好的工作 倒是可以推给我 我不打扰您了 帮我核实一下信息 鱼儿上钩了 陆先生 这钱我不能要 请问陆先生 找我还有其他事吗 这是您得的 另外 我还有个不倾之心 我开门见山 小南瓜很喜欢你 能来我家照顾他吗 这就是陆先生 给我介绍的工作 小南瓜喜欢的 我一定会让他拥有 条件你开 如果陆先生觉得有钱 就能给孩子一切 让我们的教育理念相差甚远 道不同 互相为猛 你真是拿尖嘴 小南瓜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我一个人在家害怕 所以就出来找爸爸了 哦不哭不哭 你爸爸呢 我还人整天就知道工作 根本没时间管我 走 姐姐带你找爸爸 姐姐 我饿了 好吃吗 好吃 要是姐姐能一直陪着我就好了 我不想要一个人 小南瓜 你怎么在这里啊 爸爸找了你好久 陆先生 以后要看好孩子 小南瓜 快跟爸爸回去吧 姐姐 你不要走 小南瓜 不想要你走 苏小姐 你又帮了我一次 我要向你真诚的道谢和道歉 你说的对 钱不能给孩子想要的一切 你能原谅我之前的冒犯 接受我的工作要求吗 姐姐 你就答应嘛 好吧 我答应你 耶 陆寒言 我们成功了 你说的太多了 陆寒言 百可罗 你们欠我 我要你们十倍奉还 你是 我是苏丽 小南瓜的保姆 保姆这副打扮 姐姐 小南瓜 姐姐身上脏 等会儿抱行不行 不嘛 小南瓜 现在就要抱抱 小南瓜乖 等会儿再抱行不行 陆先生 麻烦帮我解下围裙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陆寒言 帮助女生是美德 说的对 故事书上的一家三口 就是这样的 快把手机给我 把手机给我 陆寒言 小南瓜 这照片怎么回事 这个女人是谁 你撒着小南瓜 小南瓜 乖 告诉妈妈 这女不是谁 姐姐 陆太太你好 我是苏丽 小南瓜的新宝木 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我们不仅见过 还很熟呢 小南瓜 现在是用餐时间 可以乖乖拿着碗筷 去吃饭吗 去吧 小姐 我来吧 要从小培养 小孩的自主能力 我们做大人的 就不要干涉了 苏丽小姐 好像对教育孩子 很有一套 以前在哪里高救 想必这些问题 陆先生 比我更了解吧 当然了 我先生看人的眼睛 一向很不错 那就麻烦苏小姐 再帮我给一副碗筷 我要和我的 先生和女儿 共享早餐 不好意思 陆太太 我只为小南瓜 一人服务 这是陆先生 因为 你 寒眼 这保姆牙筋最利的 会不会带坏小南瓜 小南瓜喜欢 要甜甜味 小南瓜 早餐要自己吃哦 不味就不吃饭 来 爸爸给你 陆先生 约法三招 不要干涉我教育小孩 小南瓜 姐姐这里有很多很多漂亮的小花 只要你完成一个任务 就奖励你一顿 完成了十个 我就奖励你一个愿望 好 第一个任务 自己吃饭 看来你很有办法 你们先吃吧 我先走了 陆先生 您平时陪小孩的时间就少 请你留下来和小南瓜一起吃 自己承诺的约法三章 在孩子面前 可要说话算话 好吧 不好意思 手滑了 不过苏小姐 你来这个家里是教育小孩 还是教育当女的 陆太太为人父母 不会不知道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这个道理吧 为什么这个饮食那么熟悉 她到底是谁 姐姐 我吃完了 我有一顿小横花了 小南瓜真棒 来 姐姐带你换衣服 上幼儿园好不好 嗯 我开车送你们吧 陆先生 还是和陆太太一块去 这样的话 能让小南瓜有亲情的意识 并且还有安全感 还是想要姐姐 那 我们三个一块送你 嗯 求她 哎 小心 我刚在前面看到一条小狗 大惊小怪 梁寒野 你到底在车上干了什么 为什么会有女娃娃 你在胡说什么 女娃娃是什么 你知道吗 让我追一看 我要玩女娃娃 证据都在这里 你给我解释清楚 不要当着小孩的面乱说 布太太别生气 你给我解释清楚 你以为还没玩 你 你在干什么小的瓜 真是鱼王妈 是不是可以抓小鱼小虾 大把的东西不可以乱动啊 陆先生 玩得挺欢 这我妈到底谁放下来的 有三只小熊猪 住在一起 熊爸爸 压针压针 这是 爸爸 快跟我一起跳 这是小南瓜幼儿园交的作业 要家长陪同一起跳 你陪她跳就行 老师说要爸爸妈妈一起跳 我正准备通知陆太太 但是小南瓜一直挺抗拒的 哦 没关系 爸爸 快帮我完成作业 好吧 有三只小熊猪 住在一起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四肢不协调 你刚刚说什么 小南瓜一直跟我说 你跳舞肢体不协调 宝贝 太晚了 我们去洗澡吧 好 难道 你房间里面有浴室 干嘛在这里洗澡 我 我给小南瓜洗澡 弄湿了一身 却顺便在这洗了 苏小姐 我让你来试作小南瓜的包 你不要有其他的想法 其他想法 陆先生 不会以为我是故意在这洗的吧 你最好 高音主人上位 听起来不错 苏小姐 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 谁跟你开玩笑 你们在玩游戏吗 姐姐眼睛进沙子了 让爸爸帮姐姐吹一下 哦 快去睡觉 我睡不着 让爸爸给我讲故事 那 陆先生 先给小南瓜讲故事 姐姐先走了 姐姐一起嘛 姐姐要看着小南瓜睡着 好不好嘛 终于有一天 小和尚到达了山顶 也喝到了水 你在干嘛 韩爷 我卧室的空瓢坏了 好冷啊 我找人去修啊 找我干嘛 韩爷 你能抱抱我 别 松开 不好意思啊 打扰二位雅信了 知道还不出去 我有一些关于小南瓜的问题 想找陆先生聊聊 陆太太 睡衣不错 苏丽 你别忘了你什么身份 进住人房间不知道敲门了吗 这可能就是陆先生 给我的特权吧 你别忘了 我可是陆太太 只能让你随时滚出陆家 那就试试看 谁在陆家 待得更长 你 这巴掌 是为了我未曾谋灭的孩子 苏丽你敢打我 这巴掌 是为了我自己 可能挂了 姐姐 为什么要打姐姐 怎么回事啊 是他自己摔的 我可没碰他 别怪陆太太 可能是我刚刚打扰他和陆先生 惹陆太太不高兴 他说谎 是他打了我 够了 回你自己房间去 姐姐 疼不疼 姐姐不疼 我来帮你吧 还是我自己来吧 今天的事 对不起 没什么 我只是想照顾好小难过 其他什么都不重要 姐姐 我以后一定保护你 苏丽 苏丽 我死定要把你赶出去 张总 不如我们吃完便饭再走 早听说陆总家主厨厉害 今天我可要好好尝尝 张总 让您久等了 白小姐 你穿的是什么 我身上这款 可是最新款的 狐狸毛皮草 不过 比起我为张总 您准备的惊喜 我身上的这件 不止一致 来来来 张总 您看看 真是我为您 精心挑选的 谁懒毛皮草 谁的 特意要人 从洛洛斯空运过来的 全世界奇 不懂 这是你给我准备的惊喜吗 张总 别生气 这里面 一定有什么误会 张总 是我今天的打扮 不够高级 你快不议 谁不知道 我是动物保护基金发起人 在我面前穿皮草 是看不清我这么人吗 不懂 到普通 不相误毛 再见 张总想留步 这一定是有误会 这是保护协会 捐款捐物的证书 转账记录在我手机上 名字是我的 但这个是陆先生 示意我做的 这是真的吗 全都有据可查 陆先生 不禁以身作则 还教小孩子 一定要爱护动物 叔叔 你看我像不像亚洲狮 他们好可怜 虽然他们 虽然他们还剩六百多头 但是我们还得保护他们 你好聪明啊 是爸爸和苏姐姐教我的 我想这都是误会 陆太太 也只是想通过这些皮草 提高大家的意识 陆先生宴请的客人 最喜欢皮草 好的 苏小姐 陆总 今天这事 就这么算了吧 不过这位女士是 她是我女儿的私人保姆 一位保姆都有如此气度 陆家可真是藏着宝啊 张总 我们边去边聊 好 这次项目能够谈成 多亏了你 应该的 毕竟陆先生 待我不跑 准备了这么周到 一定是蓄谋已久 苏黎 你来陆家究竟有什么目的 小小年纪就打人 太没教养了 王太太 您消消气 小朋友直接打打闹闹 很正常的 你看 把儿子胳膊都咬破了 这门必须给我开除 等等 开除 王太太想必说的是自己 儿子 说什么 先跟我看了 是你儿子先动手打人的 并且我还听说 她带着全班小朋友 孤立小男子 说她没有妈妈 我儿子可受伤了 您儿子的医药费 我们全除 现在来算算小男过的精神损失费 您儿子动手打人在心 并且污秘 造谣小男过 小孩的话都是跟大人学的 请问王太太 您在家里说过什么不含 入而不化 算了算了 这次不跟你们计较了 算不倒霉 别着急这走啊 您怕是忘了什么事了 你还想干什么 给小男过道歉 道歉 你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我道歉 我不仅知道你是谁 我还知道你先生是谁 听说你先生要参加区长竞选 如果知道自己的儿子 动手打女生 想必 你到底是谁 她是我妈妈 喂 你到底在干什么 不知道陆寒衍是我这次竞选最大的支持者吗 还不道歉 对不起 小男过 对不起 这次就原谅你们了 下次不要这样了 不好意思啊 刚忙完 别帮家长了 陆太太已经处理好了 陆先生可真是好福气 娶了这么好的太太 我不是 爸爸 今天妈妈可厉害了 一下子就让欺负我的人 跟我道歉了 真是 太厉害了 宝贝今天开心吗 开心 寒衍 你们在干嘛 我等你们很久了 我等你们很久了 你先带她回房吧 有事情叫我 你就是新来的保姆 是 我是苏丽 保姆也没有保姆的样子 穿的花枝招展的 难怪迷了我儿子 和我孙女的眼 夫人说的是 你跟我上楼 我有话跟你说 我看你还能得意多久 苏小姐 听说我儿子对你青睐有加 就连我孙女也很喜欢你呀 谢谢陆太太夸奖 看样子 苏小姐是一个心高气傲的 不敢 只是陆先生比较赏识罢了 我们陆家家规严谨 绝不允许你这种下人 心怀不轨 夫人 您最近的生活 是不是失眠多梦 食欲不振 你怎么知道 看你这皮肤 发黄又暗黄 想必 做再多的美容项目 也无法改善 夫人 您最近的夫妻生活 是不是不合适 你又想干嘛 妈说想想南瓜 她自己要来的 以前那叫我小甜甜 现在嫌我是黄脸婆 我为了陆家 辛辛苦苦上上下下的 现在竟然输给了一个小狐狸精 我的命好苦啊 是 夫人 咱们绝对不交给我 陆太太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你们要干嘛 这位是陆太太 我们今天来看看 她的新家产 马上滚出去 追我报警 还敢报警 你 小别人老公还敢报警 真不要脸 竟然你敢打我 喝个拼啊 赶紧离开我老公 不然我饶不了你 你个黄娘 放开个世 我 看来一巴掌 还打不醒你们 那就让你好好清醒清醒 死女人勾引别人老公 打死你个小贱人 让你干这种事 今天好痛快 好爽 漂亮 好甜 好爽 走 带你去个更爽的这次 去哪 去了你就知道了 妈 你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 快把这些东西拿上去 我是给苏联买的 你怎么还在这 你呀 多和苏联学学吧 你有他一半聪明啊 我儿子早就把你取进门了 他们不是早就结婚了 妈 姐姐 妈 儿子 陆太太用什么手段害过人 想必没有忘记吧 你到底是什么人 怎么了 今天的饭不好吃吗 明天就是家长日了 老师说 要爸爸妈妈一起参加 那就让爸爸妈妈一起去 可是上次我已经说了 姐姐是我妈妈 要是我换了一个妈妈 同学们会笑我的 所以我只能不吃饭 把自己饿出病来 这样就不用参加了 哎呀 我好可怜呀 肚子好饿呀 那我有什么能帮助到你们吗 姐姐和陆寒衍 一起参加家长日 经验全场 但是片是不好的哦 就饿着吧 陆寒衍 你还是不是我亲爸爸 好 姐姐答应你 真的吗 陆寒衍要给姐姐买漂亮裙子 姐姐要做 全场最漂亮的妈妈 好巧啊陆太太 哟 当保姆的还有时间出来喝咖啡啊 是啊 陆先生给了我一张卡 让我买新衣 要跟陆先生小南瓜 一起参加家业 你说什么 陆太太 你不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 毕竟陪主人出行 也是保姆的侄子 再说 给你买衣服 也是为了不让陆家丢领 不过明天 我和陆先生一样 是以主人的身份哦 苏丽 这是我给我新衣买的表 我晚上要去参加一个晚宴 等我回去给我女儿做饭的时候 顺便把表戴给她 没问题 陆太太 这个手表 我一定亲自戴在陆先生手上 哦对 这杯咖啡 请 你在干什么 陆太太 让我把手表交给你 她是让你把东西拿给我 又不是让你来翻我东西 陆先生这么紧张 是怕我看到什么 还是怕陆太太知道 陆先生的房间 藏着别的女人的照片 苏丽 我是不是太揍入你了 读 出去 佛琴卦矢 陆先生 欢迎欢迎 陆太太人呢 哇 好漂亮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来 请坐 赶紧 爸爸 你跟妈妈跳个舞呗 爸爸不会 那我教你吧 穿新跳舞 穿新跳舞 每天 每天 都有 我跟他们 bridges 你呀 我去 等等 你 我会 变化 我去 下部里 妹妹 想你了 妹妹 我死得好冤枉啊 不可能 陆太太 这么晚是要去哪儿啊 不 不去哪儿 被吓得出了一身汗 你是在害怕什么 死没有 大晚上睡不着觉 陆太太 是做的是你推心事 没有 你给我滚出去 好妹妹 我来复仇了 你怎么在这儿 我刚刚听到陆太太房间有声音 就顺便看一眼 陆太太 好像不太好的样子 你先睡觉吧 有事她自然会说 别哭了 小南瓜 你这是怎么了 我问照片里的姐姐是谁 她就凶我 陆太太 一张照片而已 你这是做什么 烦死了 怎么回事 我就跟她说了两句话 她就哭了 她就哭 我没用 陆太太最近奇奇怪怪的 我建议找个医生看看 以白小姐的症状来看 应该是遭遇症 不应该吧 保险起见 还是来医院做个全面检查 比较稳妥 如果府上有小朋友 我建议两个人分开居住 不然 对白小姐的小朋友都不好 我会安排 我没病 为什么要让我走 医生说你要静养 黑眼 一定是有人害我 是他 就是他陷害我 等养好了身体 我就先你回来 苏小姐 我尊重医生的意见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一下 无论你做什么 都不要伤害我的家人 请问陆先生 你真的要保护好你身边的每一位家人 苏联 你被吓得出了一声 你是在害怕什么 到底是什么 是做了什么亏些事 白 你 就 韩衍 我离开之前 想给你们做顿早餐 苏小姐 之前是我对你太刻薄了 这杯牛奶 就算赔罪吧 别喝 苏小姐 只是杯牛奶 苏小姐 不肯吟量我吗 小长官你怎么了 姐姐 我好难受 怎么那么烫 是不是发伤了 不好 他过敏了 快去我包里拿药给他 今天谢谢你啊 还好你有过敏啊 苏丽 苏丽 你到底甜我喝什么了 我 我就是在牛奶里面 加了点花生碎 你不知道小南瓜 会花生过敏吗 小南瓜 怎么会花生过敏 你别管我 我自己来 你出去 知道自己过敏 还非要吃花生 现在生病了 你还生我气 我现在太丑了 你不要看我 你什么样都好看 你终于醒了 很难受吗 我 怎么了 这么巧 你也发烧过 苏小姐 只是发烧而已 但她的症状 跟我女儿一样 我 发烧和过敏 有些症状相似 苏小姐 只是劳累过度 缺乏休息 才会晕倒 那她的包里 为什么会有过敏量 老板 老板 小姐醒了 你先过去 我再给苏小姐 检查一下 怎么会这样 太不小心了 被白卡丽算计了 太医开始怀疑我的身份 跟我走吧 苏丽 苏家太危险了 白衣 我还以想 难怪是我的孩子 她的过敏史 和我一模一样 还有很多很多 和我相似的地方 苏丽 你清醒一点 你的孩子早就不在了 你和白卡丽 是亲姐妹 她的孩子 和你人相像很正常 白衣 你去相信我一次 再帮我调查一下 好 好几节 真的是人 白小姐 你先坐一下 苏医生查完房 马上就来 好的 谢谢 苏丽 你果然就是白衍秋 姐姐 姐姐 陪我玩一会儿 宝贝 你知道你什么时候生日吗 知道呀 夏天的时候 哪一天 苏小姐 这种事直接问我 更方便 闲聊而已 糟糕 下午三点 老地方见 DNA报告出来了 小南瓜 不是你的孩子 幸好他不是我的孩子 不然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了 还有一件事 要告诉你 白可离 看到了你的整形报告 你的身份暴露了 也到了跟他光明正当教练的时候了 苏丽 放下诸恨 跟我走吧 白可离的手段你见识过 他是疯的 我也是疯的 我早就已经疯了 自从六年前他杀了我的孩子 我就已经是个疯子了 白衣 我根本停不下来 如果我停下来了 我对不起我的孩子 我活不下去 无论你要做什么 我都会陪着你